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讯法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ongodb 今天的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基本概念的理解 因为Mongodb它是面向文档的NoSQL的数据库 它和咱们一般所使用的关系型数据库 比如说Oracle 比如说MySQL的概念还是稍微有点不同 今天咱们就讲一下它的基本概念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三个 大家请看 数据库集合文档 这三个是Mongodb里面的概念 它就相当于咱们关系型数据库里面的什么 大家请看 相当于数据库 数据表和记录 也就是说 数据库的概念和关系型数据库是完全的一样 那么Mongodb里面的集合 其实它相当于关系型数据库里面的数据表 Table 那么它的文档Document相当于咱们一般数据库 关系型数据库里面的记录 Recode 它们是一对一的关系 这样理解起来 其实Mongodb也没什么新的概念 对不对 好 咱们看一下Mongodb的使用方法 或者说叫做使用步骤 这个其实和关系型数据库也是完全的一样 首先说 咱们先建立一个数据库 具体说怎么建立 这是咱们今后课程的事儿 今天我先给您大概讲一下它的使用步骤 咱们建一个数据库 比如说叫做Coma Blog 然后咱们建很多的数据集合 相当于数据表 但是咱们叫集合 比如说文章集合 分类集合 标签集合 这是一般博客需要用到的几个概念 对不对 这是业务概念 好 然后我再针对于每一个集合增加数据 比如说咱们增加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里面可能有很多字段 对不对 比如说ID这个字段 文章标题的字段 再比如说文章内容的字段 咱可以往后加字段 这个和咱们关系数据库也是完全的一样 但是有不同 哪里不同 咱往下看 好 咱们看 比如说我建一个小马博客的数据库 这里面有三个集合 比如说文章集合 分类集合 和这个标签集合 您现在立的为表 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咱们在文章集合里面 我又建了三条记录 第一 比如说ID是一的 然后标题是我的第一篇博客 没有问题吧 第二条记录是说我的第二篇博客 这个没问题吧 第三条 当然这个不叫记录 叫文档 无所谓 第三个文档 我的标题是我的第三篇博客 但是注意 第三个文档 或者说叫第三个记录呢 后面还有个字段 叫做删除标记等于1 这个呢 是它和关系数据库最大的区别 区别在什么地方 它每一个文档 或者说每个记录的字段可以不同 在咱们用Oracle 或者说用MySQL里面 每个表的字段必得是固定的嘛 对不对 仅仅是记录内容不同 但是在咱们MongoDB里面则不然 它每个文档 或者说每条记录的表字段可以不一样 这是它和关系数据库最大的区别 这个请你一定要记住啊 呃 除了这个区别之外 其他还有很多小的区别 那在咱们记录课中再讲解 呃 这个区别呢 是最大的区别 它可以让每条文档 或者说每条记录的字段数不一致 因为它呢 更加的灵活 好 这大概就是关系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啊 呃 接下来我还有一个SQL的定义啊 NoSQL定义 大家看一下啊 一般来说 在NoSQL的数据库当中呢 操作数据呢 一般咱们呢 是关系数据库是用这个SQL语言嘛 对不对 那么在NoSQL的数据库中呢 操作数据都是通过指令或者说程序语言完成的 比如说在咱们今天这个MongoDB里面呢 咱们其实是 大家请看 其实是使用Java脚本JavaScript 来操作Json的数据结构 来管理这个咱们的数据库的 也就是说 在MongoDB里面 每一篇文档 大家请看 其实就是一个Json的对象 Json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字段嘛 对不对 那它来表示一篇文档 非常的足够啊 呃 这个我现在应该用过这个MongoDB 做一些个项目的时候 呃 确实是它表述能力 它的灵活性远远高于关系型数据库 这个呢 它的好处呢 在咱们今后的这个学过程中呢 您一定会体会到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第三课的内容 大概给您讲起来一下MongoDB的基本概念啊 呃 如果不理解的话没关系 咱们今后呢 实际操作一下这个数据库 您就发现 哦 原来就这么简单啊 呃 我敢保证您呢 肯定能够理解啊 好 那今天呢 这个课件呢 我呢 会放到开源之后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供您下载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